大家好我是奥雷 今天我将完结篮子里的恶魔三部曲 上集讲到精神崩溃的小杜将大杜缝回到了自己身上 后来他被格莱美当成精神病人给强制隔离了 一晃过了好几个月小杜才恢复了神志 格莱美看他的样子确实是正常了 于是把小杜带了出去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格莱美还是没有脱掉小杜身上的约束衣 这段时间小杜一直在尝试用意念联系大杜 他想向大杜道歉 可是大杜一直拒绝与他沟通 随后小杜得知自己要当叔叔了 因为大杜的女友夏娃已经怀孕 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新生命降生 小杜拼命道歉大杜也不愿意见他 格莱美叫小杜先等等 给大杜一点时间 为了避免被打扰 格莱美决定搬回老家去 好让夏娃安心养胎 于是众人乘着格莱美的私人校车 离开了这里 另一边在格莱美的老家里 一位警长前来拜访老朋友大海 大海就是格莱美的老公 警长平时有什么不要的机械零件 都往这里拿 因为大海的儿子小海 就是一个天才发明家 这些没用的零件 在小海的手上 通通都会变废为宝 格莱美下车购买生活用品时 遇到了警长 警长告诉他 别把校车停在这里 格莱美很会说话 一顿嘴炮下去 就博得了警长的好感 小杜想带着大杜溜走 于是请外面的斗S帮忙 小杜直接告诉斗S 自己是通缉犯 正好斗S的父亲是警长 此时格莱美刚好从店里出来 解释说小杜脑子有问题 不过在他们走后 斗S还是怀疑他们 回家后大海高兴的和大家打着招呼 他和格莱美好像分居了挺长的一段时间了 几人在帮助夏娃下车时 夏娃羊水破了 看样子夏娃即将要分裂 小海很久没见到母亲了 于是母子俩紧紧的抱在一起 小杜答应自己不会逃走 于是格莱美便解开了他的衣服 随后小杜立刻开溜 大海准备接生时遭到了大杜的攻击 因为大杜想起了小时候被强制手术的事 所以大杜对医生有巨大的仇恨 大海受伤无法继续手术 只好由其他人代劳 夏娃一口气生了12个孩子 震惊全场 另一边小杜向斗S求助 于是斗S把他带回了监狱 最后斗S发现小杜还真的是通缉犯 奖金有100万之多 直到自己被骗后 小杜对斗S说 你太心机了 你比格莱美奶奶还坏 小杜无意中说出的这个名字 让斗S知道了 大杜可能在格莱美家里 两个警察偷偷溜进格莱美家 看到了很多机型人在狂欢 没把他们俩吓死 他们从一个窗口潜入 却没想到 这个房间是夏娃的房间 惊慌之下 警察开枪打死了夏娃 随后带着夏娃的孩子逃离了这里 大杜知道后愤怒不已 小杜在牢房里感受到了这股愤怒 周围没有其他人后 斗S回复了自己的本性 他很喜欢玩弄这里的囚犯 可惜警长及时赶到 坏了他的好事 这时两名警察刚好回来报告 说自己打死了大杜 小杜听后愤怒不已 警长决定亲自前往大海家查看 最后警长才知道 小海也是畸心人 在监狱里 斗S准备拿一个孩子当狗来养 还故意说一些话来刺激小杜 于是同时 大杜混进了这里 连续杀了好几名警察 斗S惊慌不已 连忙叫小杜去劝劝大杜 在大杜和警察的对抗过程中 斗S被警察误杀 小杜赶紧带着大杜离开这里 在逃跑过程中 大杜中了赶回来的警长一枪 小杜将身受重伤的大杜交给小海 小海将大杜改造成了人造人 兄弟俩和好后决定齐心协力对付警长 在杀警长之前 他俩找到了偷孩子的警察 要了这两个警察的命 在夏娃的葬礼上 格莱美说 这些正常人并不比畸形人好看 因此我们要占领这个世界 随后他们找到了警长 警长要求他们将大杜交出来 不然不放过这些孩子 于是双方约定好了决战地点 最终一战 人造人大杜对抗警长 大杜身上都是防弹材料 警长拿他没有一点办法 只好装死 用偷袭的方式 弹倒了大杜 大杜也将他打倒 警长掉到了婴儿栏上 被这群婴儿咬死 自从小杜和大杜出名后 各地电视台都在做 机型人的节目 以此来趁热度拨眼球 他们甚至不惜找人 假扮成机型人 最后真正的机型人登场 格莱美对着镜头说 机型人将占领这个世界 如果你不喜欢机型人 请滚到一边去 我们就在这里扎根了 电影到此结束 到这里 蓝子里的恶魔系列就完结了 又完结了一个系列 感觉轻松了不少 这一部比前两部口味更重 不过就情节而言 也没多大的变化 喜欢看重口味电影的朋友 倒是可以尝试一下 还有一个彩蛋要说 我之前讲过脑残这部电影 小布和巴巴拉在地铁上 遇到了小度和大度 可能因为这两部电影都是同一个导演的缘故吧 然后是微博问答环节 我用最快的速度 去了就回 在家里只待了一天 其余时间都是在车上 信号不好 所以没怎么和观众说话 宾馆里没有其他客人 老板WiFi都不打开 热水也只有20度左右 好了 就说这么多 我是奥雷 我们明天见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应大家要求 奥雷女装店加入了一些男装 谢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